预估的短时间之内 在嘉义引南地区 还有台东山区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父亲节这天 西南风带来的强劲水气还没完 嘉义引南山区还是要留意大雨 屏东跟预估出现好雨 隔天状况差不多 而到了周四全台水气会变更多 西半部地区局部大雨 北部跟东半部则是午后雷震雨变得明显 直到周末开始 西南风终于减弱了 但并未完全停止 中南部仍然会有零星短暂降雨 等于一周天气依旧处于不稳定 台湾我们预估越南会稍微向北移动 那相对它会使得台湾附近 甚至我们上游区的风场会有些些改变 在星期四星期五我们这边的水气增多 而且产生对了云的机会也增加 台风接力生成 卡路台风预估即将通过日本九州 接着朝韩国方向前进 不过就在日本东南方海面的蓝恩台风 已经在8号上午生成 预估对台湾不会有直接影响 同样往日本移动 另外位在中太平洋上的四级飓风朵拉 属于境外移入台风 不排除是长寿台 跨越换日线 进入西北太平洋 成为今年第8号台风 它移动过来以后 甚至在周末如果如果换日线过来以后 现在资料判断 它还是往比较偏日本或日本东方海面移动 对我们影响机会应该也是不高的 未来台风动向都还要持续观察 只是8号这天也正巧进入24节期的立秋 命令老师提醒在这天少吃细瓜与良性的瓜类 烦到秋代表稻米与火 中午吃白饭能增强财运跟整体运势 立秋象征最热的时候已过 秋季即将开始 但近期中南部的民众只盼 治灾性教育能快区换 TVB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